美國影集絕命毒師 真實版在台灣上演 這毒師還不止一位 最近中部打擊犯罪中心宣布 破獲史上最大的安非他命工廠 一位女性的製毒師 三年前被抓他落跑 找了新的金主繼續製毒 他們用什麼方式呢 用洗藥的方式 提煉感冒藥裡面的麻黃素 提煉成安毒的成品 居然煉出了300公斤 真的非常離譜 也在今年台中 另外一位高性製毒師被帶 等下的時候外型嚇到大家 怎麼了呢 據說全身的皮膚遭到腐蝕 多處潰爛 我想問雪偉哥 製毒會製成這樣子 毒菸到底有多可怕 現在新興毒品真的很毒 你知道嗎 很多年輕人吃的時候 中毒的人也會自己中毒 當然那個毒菸 你一直跑到裡面 一直吸到體內 那等於是慢性中毒 慢性自殺了 這表示你也在吸毒 這個氣毒最近台中 那個什麼中打 刑事局中打中心 還有台中的檢警單位 都有一些破獲 一些掌獲你知道嗎 這個是怎樣 這個是之前有一個 女性的那個毒師 剛才明君一開始就講 這個叫絕命毒師 絕命毒師 他專門都是在製毒的 那三年前他被判了六年 他就說氣保潛逃 他快要開始走路你知道嗎 後來有一個理性金主 他因為做了博弈賺了不少錢 他想說我錢這麼多 營營沒事 那接下來哪一個門路可以繼續賺 他想說在做博弈很容易被抓 那接下來就開始賣毒 他知道說這個絕命毒師 現在在走路對不對 他就利用方式 利用一些朋友就看他招手 說你來 你來幫我做賭 這個利潤很瘋 我可以分你很多錢 我幫你藏起來 你知道我自毒 而且果然你知道嗎 他們就利用颱風天有沒有 竟然在那個山區裡面 那個南投山區裡面 竟然開始在裡面自毒 他們用什麼方式自毒你知道嗎 這個原料你在台灣 總很難買得到對不對 他們竟然在大量收購 市面上所有的那個感冒藥 感冒藥 對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感冒藥來 感冒藥有很多成分 裡面有麻黃素你知道嗎 他就開始洗藥 什麼叫洗藥 就是把這個感冒藥 全部再重新溶解之後 再進行提煉結晶 出來的就是安非他命 而且你知道 這麼多的感冒藥 他們估計說 因為那天查扣的總共有313.85公斤 那要將多少的感冒藥做出來 要600多萬顆 你說你全台收購的話 600多萬顆 不是小數目 一定是有什麼管道 對 難道有藥商或什麼東西 在背後跟你勾結嗎 這個不知道 另外台中檢景也在東四山區 破了一個製造 喵喵 這種喵喵就是新型的毒藥 對 這個新興毒品的話 說真的很多 我在奉進大家 家裡面如果聞到那個味道 很皺很臭的 刺鼻 燒塑膠的什麼東西的話 真的要查一下 這可能你的周遭有人在吸毒 好了 不管怎麼樣 今天就是這個警方 也是查到這個根哨 查到這個男子在這個東四山區 做這個喵喵喵心心毒品 對不對 裡面就是有一個高性製毒師 這個高性製毒師 年紀已經不小了 而且我就常講說 台灣其實以前早期 這個很少在台灣做毒 以前早期台灣在做毒 因為化工系有一陣子 真的培養很多化工人才 那這些化工人才 後來沒有工作的話 就開始跑去做毒品 對 那個時候常常講說 大陸提供原料 菲律賓提供場所跟運銷管道 台灣提供什麼 製毒人才 全部都聚集在菲律賓 好啦 那這個時候你看 警方也是跟肩了很久之後 就開始那一天就進行攻堅 開始在查這個製毒工廠對不對 你知道嗎 警方攻堅的時候 那個現場煙霧瀰漫你知道嗎 那警方那時候 煙霧瀰漫 對啊 因為那製毒開始要炒 開始燒 開始提煉 你知道嗎 有的沒的 那個提出來的 全部都是你吸毒的毒菸 你知道嗎 所以那警方一攻堅的時候 剛開始不知道 你看就直接就進去 才發現說 後來趕快換衣服 對 因為嗆到什麼 流眼淚 咳嗽 怎麼樣 真的燉不住 味道很臭 所以很多製毒工廠 都開在哪裡你知道嗎 都蓋在山裡面 旁邊不是豬圈 因為那個豬圈的味道比較重 對 否則就是買一些堆肥有沒有 放在那裡做掩護 而且那個堆肥味道氣味也很重 毒品臭加上堆肥臭 這怎麼受得了 沒有 就是掩蓋那種錯味 讓人家覺得說 不會發現人家做毒 好 那警方當場抓到這個高性製毒師 這個高性製毒師竟然還傳授 一個高性老闆跟一個核性少年 他又蓋土地說這個要怎麼做 因為他們好幾次做不出來 這麼純的那個毒品對不對 所以後來你看 高性製毒那一天 就到了現場在傳授技能的時候 被警方跟監就直接抓到 那警方看到他了 全身你知道嗎 說真的 全身多處潰爛 都已經全身都已經潰爛成這樣了 還在製毒 你到底是要害多少人這樣 好 的確看到這個製毒利益這麼龐大 製毒師就連全身皮膚都爛掉了 都要鋌而走險 我們講到最近這兩起 是台中警方破獲的製毒案件 但說到全台灣史上 最大 量最多的製毒案件 就不得不提這個案子了 對 這個是2020年4月 高頻的檢警在那個什麼 台飛的海徑 查到一個琉球旗的一個 滿盛才86號的漁船 那其實這個警方已經跟肩很久了 因為這艘漁船的話 行跡常常很詭異 果然在那個船裡面的夾艙裡面 查到什麼 1020塊的那個什麼 雙絲牌 還有綠皮A的這種 海洛因 海洛因 害人 對 雙絲地球牌 這很有名 這個高層部海洛因 海洛因裡面的品牌 對嘛 對不對 還查到600多包的那個 那個安非他命 對 你知道嗎 總計毒品的重量是1.04噸 噸 對 怕死人對不對 對 對 超黑市價格超過100億 好啦 那後來講說 一點多噸的那個毒品的話 這個從哪裡直接運過來 對啊 對不對 一定要這個非常穩定 而且量大的源頭 對 而且這個源頭 大家就想到什麼 金山腳 金山腳來的 對不對 這一定是跟金山腳 有直接的溝通 或者是什麼 有一些來往 而且非常非常密切 才有可能一噸的那個毒品 就讓你這樣運過來 對不對 好啦 他們就講說 其實這個販毒集團 後來查出來 他們從船長 還有一些交通 就是什麼 引介雙方的那個交通工具的 那個人 中間人 還有包括這個船老大有沒有 就開始一個一個 細細的去查 後來才發現說 他們其實都不認識彼此 他們講說 其實他們有個縝密規模 除了人跟人之間 都沒有認識對不對 都形成了很多的斷點之外 他們在教護的過程之中 船老大他只接收 負責接收說什麼 你現在告訴我那個什麼 我要交後地點的經緯度 而且常常船開出去之後 快到那個經緯度的時候 他又告訴你說 換地點 又給你一個新的經緯度這樣 那中間這個交頭的人 你說要去的時候 他們就會告訴你說 今天的訊號是打船燈 每天都不一樣 對 你要死 死整個燈 讓對方知道說接應的人的船 要怎麼樣過來 那過來之後你知道嗎 當場交易的人有沒有 船是另外的人對不對 那交易的人是怎麼樣 身上要掏出一張 他們當初講好撕下來的百元美鈔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對不對 然後拼在一起 拼了之後 號碼一樣 就是你了 電話聯絡說 可以 沒問題 你準 好傳統的方式 你準 可以來這裡 所以你看 從來都不會有頂擔 有什麼問題 所以後來才發現說 這個後面這個毒品 在後面操盤者 操控者是誰 對 操控者是誰 對 所以他就開始 再深入去追查之後 後來有一個 運毒的共犯裡面 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其實我們那個老大 只知道他錯話叫強哥 強哥 他的特性是他很愛吃檳榔 可是他牙齒幾乎全部掉光了 對 還很愛吃補兵兩隻 那檢方就開始說 這太難找大海撈針 愛吃檳榔牙齒不好 這台灣很多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的 那個莊案小組 他都奇怪 我幾年前有抓到一個強哥 你知道嗎 他也是吹去掉掉對不對 他很愛補兵兩隻 那要怎麼補 隨身帶著一把老虎錢 老虎錢幹嘛 就把那個檳榔夾得蟹碎的 慢慢 因為牙齒不好 對 他打他媽媽補對不對 他查到這個 有一個運毒案的那個主型 跟這個很像 所以他就開始查 你知道嗎 他查了之後 發現說不對 這個強哥 敢是他們要想的人 因為之前這個人叫黃大張 是警方鎖定的對象 因為鎖定的對象沒有錯 可是你知道嗎 他的哥哥在大學教書 另外一個哥哥還在市政府裡面 公務員 當高官對不對 那個他的太太在金融業服務 兩個孩子還有高學歷 怎麼想都不可能是他 對 這一家看起來 你看家事清白 而且又覺得家事顯赫 很正常對不對 至少是一個清白家庭 哪有可能 而且更誇張的是警方開始 看到他的時候 開始進行追蹤的時候 發現說不對 這個人你看看 有像一個大獨小 不像 他住在一個那個 十幾年的老公寓裡面 出門的話不是騎摩托車 就是開一個二手的 國產小車這樣 你說出門全身那個衣服 不是大賣場 就是杜鞭攤 鞋子都是假腳拖 這種怎麼可能 像一個那種大獨小 身價數十億 不像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你看 他們就開始查了之後 就發現說不對 這個一定要把他抓過來 後來抓了之後 你也知道他也是很阿沙利 他被抓了之後說對 就是我了 他說其實他以前曾經在魯仁岸 被抓去關 關出來之後 他覺得台灣社會不會有辦法 找工作 他怎樣 就跑到緬甸去做什麼 血驗跟玉石的生意 那越做哪知道 生意越做越大 就開始透過當地的華僑 就跟那個什麼 金三角的昆莎的兒子認識 後來就開始吃飯吃了久了之後 他經常就開一擠 車子就有管道了 吃到買來就說 好 不然你整個房間賣不動 要怎麼賣 他用器做的方式 他說那個金三角的 那個毒品的面積比高雄市還大 那今天你就跟他約定好 這一塊面積 這個產出來的 我給你保證收購價 就是說我給你多少錢 不管你閃多閃少 我就是價格一定拼好小對不對 所以他的毒品來源 才會源源不絕 就是因為這樣 才會讓他賺得盆滿缽滿 不過這個低調 也讓他躲了好幾 美國總統拜登 他出訪以色列的前夕 加薩一家醫院遭到轟炸 造成500個人不幸喪生 多數還是小孩子令人不忍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 就公布了一段錄音檔 有兩位哈馬斯的特工說 怎麼自己人對醫院射了飛彈 證明擊中醫院的火箭彈 並非來自以色列 哈馬斯將錯就錯 拉高仇恨值 想讓同盟的伊朗等國有助政出兵的理由 而拜登以行動力挺以色列 殺氣連發給軍援 我想問小偉哥 拜登這一趟訪問 對情勢有沒有出現決定性的變化 我覺得說決定性的變化 到現在看還不敢很肯定的說 但至少目前看起來 現在這個當下 以色列的地面戰 可能已經被拜登道德勸說到 不會不至於馬上發動 那當然像我們講到 昨天這個事情 的確是對於這個自由世界來講 或說對回教世界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shock 為什麼呢 就在你拜登已經準備要登記 去以色列的時候 突然那個加薩的那個音樂玉璽 而且你看就馬上燒起來 那當然在這種情況下 那自然整個中東世界 回教世界 那對以色列怒火自然就高漲了 那其實以色列當然 他們本身遇到這樣一個狀況之後 其實他們馬上就必須要去搞清楚 這個飛彈到底是不是以色列炸的 但其實如果我們看到 今天白天現場這個照片 大概你就可以覺得 八九不離十 那應該不是以色列幹的 為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看到 當時這個醫院周邊 它後面有個停車場 就很多輛車停在這邊 然後那個飛彈 或者說那個火箭 掉到這個位置之後 它馬上就引發爆炸 然後引發一些火事 然後其實以色列的航空炸彈 跟這種哈馬斯的土造火箭 或者是其他伊斯蘭極端組織的 我猜可能就是 那個叫做伊斯蘭國加薩的這個組織 它發射的這個火箭彈 他們本身的爆炸威力是 那個差到十萬八千里遠 為什麼 因為這種火箭彈 它未來能夠讓它這個火箭 射進以色列 所以相對來說 它的彈頭不會太大 據了解這種土製火箭 它的彈頭能夠放上一個五十公斤 五十公斤的炸藥就不得了了 那這個現場毀傷的這個狀況來看 大概差不多跟一個五十公斤左右的 那個炸藥 加上這個飛彈的這個產體 所引發的這個火災跟損害 大概差不多 就是它的破壞力研判的話 可能是哈馬斯這邊的火箭 對 因為如果說像一千公斤的 航空炸彈的話對不對 一千公斤多可怕 我們現在錄影的這棟樓 這棟我們這個東征的電視炸樓 好像已經很大了對不對 但對不起 如果今天這一顆一千炸彈 從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錄影的這棟大樓 頭丟下去 到了底下爆炸以後 我跟你說 我們這棟樓馬上就都根了 對 所以它的這個爆炸毀力非常大 而且像這種一千公斤等級的 這種航空炸彈 炸了以後它會有一個非常大的 向下挖的一個坑 就像隕石擊中地球那個樣子 但你看第一 現場沒有這個坑 它所有這個車輛本身 就是說在好像感覺就在限定 那個因為發生燃燒 然後造成了這樣的火勢 第二像我們剛講的這種航空炸彈 炸下去以後對不對 它爆炸它會有向外這個震波 所以周邊的建築物等等 都會像那個原星外面倒 像原星外面倒 那現地的這個狀況 今天早上看起來也沒有這個情況 而且其實之前 以色列他們有做過那個監測錄影 就是說他們當這個哈馬斯 或者說其他那個極端組織 像以色列發射這些火箭彈的時候 就看到好多好多亮點 從空中這樣飛出去 它沒有錄到 有個亮點飛到一半 就掉下來 有被錄到 就掉下來 就代表就是說自己本身哈馬斯 他們做這個火箭彈 也不是那麼十拿九尾 涼律不OK 涼律不好 不是說每一刻都能夠飛進以色列的 所以這次這個情況 再加上我們剛剛講到 最關鍵最關鍵的部分 就是我們那個 以色列情報組織 還錄到了就是說哈馬斯的幾個人 他們之間的這樣一個通話 講了什麼 他說第一個就說 這是我頭一回看到飛彈像這樣掉下來 這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 那個組織的飛彈 然後他們就說 這是伊斯蘭聖戰組織的 然後另外一個特工就說 這是自己人射的嗎 他說看起來是這樣 他們從哪裡醫院的後面發射的時候 結果失靈掉下來了 要在醫院後面的墓地 可能一個空地要射 結果掉在醫院了 結果射出去射到一半 可能就是它的火箭推力 火箭發動機出了故障 就像一個炮火箭掉下來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以色列攔截到這一段 然後他就做說明 所以八九布里斯看起來 應該就是 這次他們的武器搞烏龍就掉下來 那哈馬斯一開始還敢 警告是以色列射的 要拉高仇恨值 一定要 這個事情一定要僵錯就錯 不能說對不起 這個事情 對不起 大家飛彈我自己射的 那當然就說對不起 這一定是以色列幹的 就是因為他們幹的 然後讓我們人死了更多 所以這個就是在戰場上來說 宣傳戰來說都要如此 像比如說很有名的一個事件 1943年的時候 有烏克蘭人跑去德軍總部說 我在卡廷森林挖到一堆屍體 結果德軍就展開一個大規模調查 一共挖出來兩萬具屍體 德國人說 這些是當初波蘭的戰俘 這些不是我們幹的 這些是俄國人幹的 蘇聯人幹的 然後蘇聯人說 怎麼可能波蘭是我們盟國 這絕對是德國人幹的 所以當時來說 所有的盟國都相信 那個是德國人幹的 但結果事實告訴你 那是蘇聯人幹的 對 所以你知道 像這種事情 這種時候 你說你要拉仇恨子 或者在宣傳認知戰場上面來講 他絕對不能說 對不起 是我說 就是你以色列幹的好事 而且其實你看 在這個事件以後 伊朗外交部他馬上就說 幹嘛說 現在是全人類起來 要進行這種所謂 反猶太的戰爭 講到全人類 對 所以你看他就說 要對以色列來講 要進行一個多戰線的 這樣一個作戰攻擊 為什麼呢 因為以現在看到 哈馬斯更好 我們剛剛前面看到 另外那個伊斯蘭國加上 那個組織來說 他們在南部 但是北邊還有誰 還有真主黨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當時本來 那個伊朗的意思是 如果你今天 以色列大軍真的殺進了加上 他們就要鼓動真主黨 然後從後面來對 以色列在伊朗 那個以色列北部 也要發動 這個一系列的 這個飛彈攻擊 所以對於現在 以色列來說 其實的確 由於他周邊 全部是什麼 來直接回家國家 所以他還真的面臨這種 被多立分的問題 所以必須要小心謹慎的應對 好 將錯就錯 模糊視聽 可能真的有用 因為看到畫面上面 巴勒斯坦民眾很可憐 500人被炸死 有人在屍體堆當中找親友 還有悲痛的哥哥 咬牙切齒說 要誓言報仇 讓哈馬斯又多了 這個反抗的生力軍 但想問一下 現在看起來 中東情勢因為這場爆炸 變得劍拔弩張 可能會從哪邊做進攻呢 好 以色列來說 他現在主要的兵力 都集中在這一塊 為什麼呢 因為加薩市在這裡 而且這一次 對以色列發動 恐攻的 就是哈馬斯的這些民兵 發動恐怖 主要也都來自加薩市 為什麼 因為加薩市他們從這地方 發射火箭過來 然後發射火箭之外 我們剛剛講 這邊發射火箭 然後他的那些 攻擊人員在這邊 而且以色列現在也說 要求加薩市這邊的巴勒斯坦 如果你跟哈馬斯沒有關係了 你趕快從加薩走廊 往南邊走 然後往南邊走 然後現在很多人 都聚集在邊境上 對 幹嘛 希望能夠進到埃及 所以我們也看到 拜登總統 他昨天到了以色列之後 他其實也透過他的斡旋 然後讓埃及也同意 第一 開放邊界 第二 也讓更多的 援助的組織能夠進去 所以讓以色列來講 他現在南邊的問題 他現在就其實在等了 一個進兵的時間 也就是說如果真的 等到以色列一聲令下 他就攻進去了 當然其實以美國來說 美國基本上來說 他當然也知道 今天如果說以色列 貿然的進攻到加薩地區的話 後面伊朗就有可能會有動作 所以現在美國聯邦 中醫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麥卡爾他也說 如果今天 伊朗真的要趁著這個機會 對以色列混水摸魚的時候 這個時候 美國就會用中東的部隊 對伊朗進行動手 因為其實你看像上次來講 美國最近累積對伊朗不滿值也很高 當年之前川普總統還在任的時候 把美軍的價值上億的無人機 把它打掉 而且還進行多次這樣的洗擾 美國其實也已經忍伊朗忍很久了 他其實也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機會 就是說狠狠地把伊朗再教訓一下 所以其實你看 如果就是說行政單位 立法部門都支持美國 如果在伊朗這樣一個混水摸魚的情況下 對以色列動手的話 他就要允許讓美軍在駐中東的部隊 波灣的第五艦隊 對伊朗進行這樣一個攻擊 而且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第一你也看 美國他也不是說只有說說而已 其實美國在中東地區 也有相當的這樣的兵力 而且因為 可以隨時支援 對 而且以色列 因為長期跟美國來說 有非常好的 這樣一個軍事同盟的作為 所以以美國來講 美國其實也有軍員的 以色列相當多的軍事裝備 例如說其實以以色列來說 以色列現在是地球上 數量相當龐大的F-16用戶 而且以色列的F-16戰機 還有經過自己的改裝 還可以做很多特別的任務 例如說像美軍 他們現在可以立刻就限定 移交他們原先在各地的彈藥 直接交給以色列之後 以色列就可以拿來使用 例如像現在美國做 這樣一個Mk84重型的炸彈 這個Mk84 它那個重量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這麼大一顆 它裡面的這個彈頭 你看那比例子人好小 是的 它這裡面的炸彈 它那個炸藥就有1000公斤 也就是說這是一顆2000磅級的炸彈 你看2000磅級的炸彈 集中地面你看 造成的這個毀傷這麼大 殺傷力很大 對 殺傷力非常大 我跟你說 所以我們剛剛講 我們這棟樓 中了一顆2000磅的炸彈 大概整個樓就獨根掉了 怎麼旁邊也跟著獨根了 對 而且你看像以美國來說 美國另外這種傳統炸彈 給了以色列 而且只要它在同步 交給以色列那種 就是GPS定位的設備 像我們講到美軍 他們有一種叫做GPS定位炸彈 也就是說我在丟的時候 只要把GPS的經緯度 輸進去的時候 這個炸彈一定會掉到這個點上 它只要把這個套件移交給它 他們只要做個很簡單的改裝 這個時候以色列就能夠快速的 擁有數量非常龐大的這種 精準導引飛彈 而且像現在戰機來說 你說一定要這種精準導引炸彈嗎 也不一定 像以前那種傳統導引 那種你要做一大堆解算 然後最後你把炸彈丟下去 然後這個炸彈掉下去之後 還不見得炸得中目標 但是以現在這種F-16戰機 它的航電設備來說 你只要在做投彈的時候 把你的投彈的航線 跟你的投彈目標 設定得非常清楚 你的飛過去 然後那個飛機拉起來 炸彈讓你的飛機分離之後 那些炸彈不會掉到目標上的難度 還非常非常高 對 所以現在這個戰機來說 真的就這麼厲害 而且除了我們剛剛講的F-16之外 另外像乙軍 他們這次也派了他們最新的 這個薩爾警的護衛艦 因為其實哈馬斯 他們其實這一次是 從海上 陸上 空中 同時對以色列進行大規模支援 像我們看到這個薩爾6 可以說是以色列最新的一款 這個巡防艦 它就在海上 有看到哈馬斯的這個快艇 然後出現 而且準備要對以色列 進行這樣的攻勢